这小节讲解命令模式 概念上 命令模式呢 是执行命令时 发布者和执行者分开 按照我们的理解应该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两个角色 一个老板 一个是服务员 或者说是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老板就说 那个谁谁谁你去干什么 然后他就去了 这种情况适应于什么情况呢 适应于说这个公司的人比较少 或者店里的人比较少 就算五个人 他一嗓子吆喝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但如果是这个店里面 如果是比如说上千个人 就是三五十个人 他这样做就不合适了 这样的时候就需要说 我们把这个发布者和执行者分开 然后呢中间加入命令对象 作为中转战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就是这个 就是发布者发布命令 调用命令对象 命令对象呢 然后接受到命令呢 调用这个接受者对应的接口 类似于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大家经常看抗战片 或者说各种战争片 那个发布者相当于什么呢 发布者相当于是 指挥千军万马的一个将军 这个将军可能就一个人 或者说就几个人 然后他身后呢 或者说他身边呢 可能有几万人的队伍 这样的话 他如果自己去扯了嗓子喊 或者说发布什么命令 士兵们肯定是听不清楚的 因为他自己一个人 毕竟是嗓子肯定没那么好 再加上有点方言 估计别人都听不清楚 一般我们电视上看见 将军发布命令怎么发布呢 他一般是把这个命令 传达给一个小号手 或者说一个棋手 或者说打鼓的对吧 那个击鼓进攻 明镜收兵这种的 打鼓的 或者说近来的那种 那种吹小号的 这都是命令对象 然后命令对象一打鼓 一挥急一吹小号 这样的话 各个士兵就能看见了 各个士兵看见他之后 他就开始 不管是进攻 还是说退守 这样就已经执行完成了 这就是这个一个概念 我们的场景相对复杂一点 就是发布者直接对接接收者 他是逻辑上 他是会导致很大的一些障碍 所以说我们需要中间插入 这个命令对象 代表演示呢 我们这有一个特别简单的 命令模式呢 他基本上有三个class 或者三个对象 第一个receiver 就是接收者 真正的执行者 然后接收完之后呢 他就去执行 然后Kabung是这个命令对象 命令对象定义的时候 他需要把这个接收者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他如果是被别人调用command呢 他就去代替这个 相当于去直接触发 这个receiver的这个execute execute 就是直接触发receiver的执行 还有一个就是invoker 就是那个真正的触发者 真正触发者 他要出手画的时候 要把这个command的势力给他传进来 然后他触发的时候呢 是执行个command势力的 这个cmd的方法 然后他分别对应的角色呢 我们看一下右侧 receiver就可以对应式士兵 然后呢command呢 可以对应式小号手 或者说骑手 或者说鼓手 然后invoker呢 就可以对应为这个denial 就是这个将军 然后将军一执行出发 然后小号手就开始 cmd就小号手开始吹号 士兵呢就开始执行进攻 OK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演示一下吧 大家也可以跟我写一遍吧 因为你不写一遍 你可能光看 可能会掩勾手的一样 我们把刚才代码删掉之后 我们开始写啊 这是接收者 接收者是receiver 接收者他有一个方法可以执行 就是这个 itcued 执行 然后呢 是命令者 命令者 命令者在出事化的时候呢 他需要传入一个接收的人 这个receiver 这个接收的人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receiver的一个实例 然后把它放在属性中 好 命令者也需要去执行命令 对吧 那我们答应一下 执行命令 然后执行命令之后呢 他肯定要去出发这个 receiver exec 他出发这 然后就正在出发这 出发者 最后是出发者 出发者出发的时候呢 要传入一个命令者 因为他出发者是要直接调用命令者 他不能直接调用接收者 开始 this.command.cmd 好 这就是三个角色啊 然后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比如说receiver 就这个接收者 接收者是谁呢 接收者我们之前说的是士兵 搜着 搜着出发一个receiver 然后呢 小号手 小号手是这个command 就是这个命令者 然后小号手在就是这个命令者 在出发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receiver给他传进来 因为他要调用谁 他要自己知道 最后呢 是将军 就是真正上层的这个出发者 general 然后将军这个general定义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invoker定义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command的这个实力传进来 好这都定义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这个general.evoke 就是他一出发invoke 然后这个command就开始执行 command的执行呢 就开始receiver就执行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command 把这个invoker和这个receiver 两个角色之间做了一个分离 这就是命令模式啊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浏览器清掉 然后我们回头保存这个程序 我们回头浏览器 大家看一下 开始执行命令和执行 大家看 实验是开始 然后呢 再是执行命令 最后呢 是执行 好 OK 运行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回到我们的PPT中来 演示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GS中的应用场景 我能想到的一点啊 而且特别明显的一点 就是这个网页封文本 编辑器操作 浏览器封装的一个命令对象 比如说啊 我们先看这两个命令 就这两个 document.excccommand 然后穿入bond和穿入undo 这是一个API 这个API是浏览器 已经定义给我们的 就是浏览器已经爆料给我们的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大家看啊 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 bond是加粗 对吧 加粗 包括这个加粗啊 什么设置颜色啊 设置写体啊 设置标题啊 插入什么图片啊 插入HP代码啊 插入代码 插入地图啊 等等这些 都是类似于这种的操作 然后这个呢 就是这个undo 就是撤销 撤销也是这种操作 包括复制啊 包括粘贴啊 都是类似于这种操作 就是浏览器已经把这种操作 都给我们封招好了 都可以通过这个 eizc command 这个东西来调用 比如说我是一个 网页分编辑器的一个开发者的话 那我要执行这些操作 我就是一个什么 我就是一个将军 对不对 我就是一个invoker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command 然后我只需要去调用command 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调用command 至于这个command 如何去调用浏览器 把这个加粗给它搞定 如何去执行 设置颜色 如何执行插入代码 如何执行这个undo 就是撤销 如何执行拷贝 如何执行粘贴 我是不用管的 对吧 那是小编干的事情 那我作为将军 我是不用管的 所以说这个例子 就是能把那个命令模式 提现的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这个分编器呢 是稍微小众的一个工具 就是使用不小众 但是开发上比较小众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工具的 这个内部的核心函数 让大家体会了解一下 这个命令模式的 一个应用场景 但是不一定 现在就用 只不过是通过这种 实际的例子来体会一下 这就是一个 封印编辑的一个截图 比如说我们有 设置标题加粗啊 还有字体啊 之类的 好多好多这种功能 这是撤销对吧 这是插入表格 然后插入表情 引用之类的这些 都可以通过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两个例子的形式 来去执行 就是说 我们在点这些 每个按钮 执行这个 符文本的这种操作的时候 其实都是用到了 命令模式的 OK 实际原则验证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就是命令对象 与执行对象分开 然后接偶 然后符合 科学文明原则 这个只要看到这种形式 我们现在已经 应该基本上都已经很熟了 实际原则验证 这种类型的这PPT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意义了 好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概念和用意 概念和用意就是说 我们把触发者和接受者中间通过一个命令对象来分开 用意其实在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里 就是触发者和接受者两者不能进行直接交互的时候 直接交互会有一些麻烦或者问题 我们就需要这种 然后实际方式呢 我们模拟了一个 那个将军小号手和士兵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代码演示 最后JES的场景呢 我们是用了分文面积器的 那个API Document.ESEC Command 那个API 给大家体会一下 就是命令模式在JES中的一个应用场景 虽然说开发上不会很常用 但是呢 你通过这个例子也能去体会出来 它的一些使用 OK 本节命令模式就将写完毕 给大家看